發勁的動作 剛才的分享中 之前Louis也跟我們說到 他發到極勁的時候 他的手不辛苦 因為我們權不關手事 你如果打拳 想用權意打人就關手事 關腳事 我們現在是以發勁的興趣 作為一個優先的鍛鍊方法 發勁的興趣亦令身體在盤骨上下的肌肉會有收縮 因為盤骨上下的肌肉 如果我教生物就知道 大型的淋巴結全部在這裏 其實是這四個位置 在身板的這四個位置 大型的全部 上面就要跌到心臟就不難的 是下面那裏要奔上的心臟 所以當我們玩內功 所謂的內功就是這裏的肌肉 盤骨 即是重力系統 書裏面說的重力系統附近的肌肉 鬥起整個人 在下面 如果你這樣是另腰 但我們的功法不是另腰 另腰會出現危險就是扭傷腰骨 然後呢是判斷絡體的寫者會有關於 如果大的面臟骨作為總法上浮用的告一 出現一些個人的音溫暴力 扭傷症軚一個人